哇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e 今天我在家玩的小煮飯 就是做一個迷你的壽喜燒 壽喜燒其實在餐廳吃會好很多 因為有師傅服我們 我今天就是介紹一個 用我們的You Home Pod 一個這麼輕便的場景 去做一個迷你壽喜燒 但在餐廳吃過後 我覺得真的很有誠意 你想想我們外賣這個二人Z 就是有Founder的牛肉這麼漂亮 是A5牛和牛 設定是很有儀式感 整件事就是 在家裡如果我吃 我坐下吃壽喜燒 就像在餐廳一樣享受 但很有趣 這間餐廳來到的時候 會有個QR Code 教我們煮 只要刀 就會有條影片教我們怎樣煮 我就是跟那條影片煮 因為當時是師傅和我做 但現在我自己做的時候 我都有點害怕 不過看來應該不是有難度 我們只不過是用一個 Yohome Pod 我們平時的一人鍋 但其實這個二人份量已經足夠了 首先我們要打蛋 原來蛋也是藍黃蛋 即是就這樣 打出來便可以沾蛋 我們先拿一隻蛋出來 沾到碗裡 我已經預熱了 我已經預熱了 鍋鍋 打下去之後 就有蛋在這裡 待會我們會沾牛 好了 熱了之後 其實我們首先是 不是放油 是放棉花糖 很有趣 放棉花糖 然後我們就要倒豉油 好趕 然後淋點豉油 不要太多 去到這麼多左右 然後呢 有些豉油在這裡煮一下 其實不要太高 如果這樣 我們的力量不要太高 然後我們就已經可以 加入我們的牛 好 這就是那隻A5和牛 每一塊都有一塊膠袋 包著它 讓我現在立刻 弄出來 它都很包裝 包得很好 其實我平時打火鍋 去叫外賣 都差一點點過兒 去到這裡 只需要這樣煎和牛 就可以了 好 其實在這裡 我已經慢了 因為要放一點蔥 在旁邊 我又沒有那些 受起燒鍋鍋 但其實Yohom Pot 已經是一個很足夠的鍋具 好 因為我們已經是 剛才它有糖 加一點點醬油 這樣煎一煎 每邊12秒左右 我說了12秒 好 先翻一翻12秒 我成功 我覺得這次 我在家用Yohom Pot 都可以做到 做到受起燒 師傅說不用太熟 這樣呢 我覺得這次成功 這裏有6塊和牛 看得到很棒 我聽師傅說 A5和A4是不同的 因為有糖 有醬油 所以不需要太多醬油 十二秒之後 我可以沾到日本的藍黃蛋 先攪拌均勻 很殘 因為不是所有蛋都可以這樣生吃 好 我先試一試 之後我再教大家 如何把鋪砌成熟器鍋 我試試好不好吃 再試一次 好棒 好棒 甜味和甜度 很適合 不止 還要滑這些 我們吃完黃牛之後 就可以鋪一個瘦器鍋 吃完之後 其實我們要鋪下去 都很容易 整個飯 因為它已經砌得很漂亮 整個鍋 我剩整個把它放進鍋裡 已經很漂亮 很像 我覺得很專業 拌完這個之後 就加一些冬菇 總之整個鍋都放進去 不用怕 我們是需要將 這個我已經加了水 已經加了水的醬油 混合 因為剩下一半的醬油 加點水 然後就在上面淋下去 等一下我們可以等它 一個瘦器鍋 燒熟,就可以吃了蔬菜 所以我覺得這個 燒在家裡是挺難做的 亦很難預備 你做了這麼多東西 很難預備 如果有些餐廳能預備 就可以 但我發覺到餐廳很漂亮 我以前試過買一些很貴的火鍋料 用飯盒去處理 但我覺得這間很有誠意 用木盒裝著和牛 每一個和牛都捲得很漂亮 其實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餐真的很棒 我和餐廳吃不相差很遠 而它的價錢是一模一樣 所以誠意提供大家 如果在家想掛念日本 或者想吃一些有儀式感的晚餐 這個壽喜鍋二人餐 實際有四人餐 可以在家吃東西都開心很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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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要另一個角色 措 Went across 我們同一個角色 拿來